OdioJungle OdioJungle 联合禁止化学武器组织一直试图进途东古塔独马镇进行调查,但遭到了俄罗斯和叙利亚方面的多方阻挠, 借口先后是美英法的空袭,阻止了调查进程,称没有获得联合国允许,联合国随即发声,趁早已经授权,几经波折,俄终于允许联合国相关人员进入渡马调查,但工作还没展开,联合国安全人员就遭到不明武装分子的枪击,联合国禁止化学武器组织,不责人称没有造成人员伤亡, 但无法公开枪击细节,为了确保工作人员的安全,进化武组织要求各方尊重调查流程的保密需求,根据报道看,渡马镇内的伊斯兰军武装分子已经全部撤离,当然,不排除还有极少数顽固派武装分子没走的情况, 不过,旭军及其盟友已经进入渡马镇,并发现了伊斯兰军修建的复杂地道网和其他设施等,至于这些所谓的残留武装分子为何不袭击生死仇敌旭军,反而枪击遭到严密保护联合国安全人员,还没有造成任何伤亡,这就有些不好说了, 从逻辑上说,控制渡马镇的俄罗斯和叙利亚方面嫌疑更大,加上此前的阻挠,更加坐实了渡马镇化武袭击事件别有内情,此前传出的造假视频,已经被证实是续政府出资拍摄的一部电影,将数一名记者假造白头盔化武袭击的故事,俄罗斯方面直接将其引用作为证据,再次遭到国际社会嘲笑。